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9月20日 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討論有關JPAS案件的發展 星島日報訪問到裕美 裕美也可說是開刊回應林作事件 他不訓 林作出事後被網民瘋狂恥笑 為何會這樣說 其實老實說除了恥笑他之外 一群苦主血本無歸也很慘 裕美是怎樣回應的呢 作為林作的男朋友這段時間也很奔波 昨晚做保釋的時間他就在前門 不過林作是鬼暑地經後門離開 是怎樣的採訪和報道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另一邊也說說各大的消息 話說近日有易通行的藝務短訊在現 也很討厭 結果有市民為了交錢交20元雞 但最終不見了7000元 怎樣做到的呢 和各位一起說說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瑜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提醒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說育美不憤臨作出事過後被網民瘋狂恥笑 抵死 拿親男友善良低調幫基層學童補習 報道的內文提到上星期 育美貼出溫馨的家庭照 開心分享和媽媽去到日本找回親生的爸爸 一家人失散23年終於能夠重聚 搞哭不少香港人 不過育美說這麼快由天堂跌落地獄 男朋友林作在日前9月18日 捲入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ASS的無牌風波 以及涉嫌串謀詐騙被捕 獲贊最佳女朋友的育美24小時Standby 隨傳隨到 他部分網民恥笑林作活該死 亦指罵男朋友的人格 就說林作做好事是不會宣揚的 就說不是拿張支票在電視現身做慈善就是好人 愚美坦然 驚此一役 林作的媽媽都希望林作低調一些 又只擔心男朋友 就說他自己長期沒得睡 對於林作近日在野官非 愚美表明一定會站在他那邊 殘到底患難與共 更加有感疑法 就說每個人都有高高低低 不會一輩都一帆風順 都是一個歷程 人生很短暫 沒有什麼是過不了的 如果身邊朋友甚至伴侶出了事 而離棄他的話 這樣做人就很久 不要說我 連他的朋友都說有什麼幫忙 出聲 問到怎樣支持林作 愚美都很擔心 就說很多事都愛莫能做 最重要是我不會給他壓力 不會問長問短煩他 當他有需要幫忙的時間 就會stand by照顧他 多嘴的網友就笑愚美是搭錯車 他強調感情是愛人沒有資格評論 就說以前我很多男朋友都動手動腳打人 林作就沒有對他動手 也沒有對他不好 兩人之間的相處就最清楚了 有很多人表面是生死到爆 個個都覺得他很好 但私下就兩回事地說 他眼中的林作是心底善良的 只不過要配合社交媒體 即是Facebook、RIG等等 才表現得嘩眾取寵 迎合大眾口味 就說最近在街上有家長跟我說 說好多謝林作幫他的子女 免費補習英文 這件事他都沒有跟我曬命 連我也不知道 更加不會對外說 這些不是叫做好人做的事 不是一些扶元阿婆過馬路 在網上公開說 拿張支票在電視現身做慈善 對於網民吵爆林作底屎 玉美認為現在的社會風氣 喜歡剝花生 不再care好人好事 更加力氣 網民恥著匿名 說黑白留言 不用負責任地說 經此一役 玉美指 林作的媽媽也有提過 兒子要低調一點 亦希望玉美能夠多點提醒他 玉美就這麼說 我明白林作在他的眼中 負面新聞對他的生意有幫助 就算被人罵爆 當日做保險的生意也做得很好 因為有一群人會明白他的玩法 看看他之後的路怎麼走 他有他的想法 很難改變到他 我只想朋友不用擔心他那麼多 不想自己長期沒得睡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星島日報訪問到玉美 看看如何解釋林作的情況 畢竟林作也是他男朋友 這段時間玉美也不說得了 24小時standby幫林作搞保聲 但說到林作心地善良 網民的反應略大 因為之前那個荷里活廣場謀殺案 那個人無差別殺人 結果當晚林作假扮那個兇手在網上臭水 這件事也直接令他本來做得好好的保險 那份工作也被解僱 很多人批評他冷血涼薄等等 最新情況就是一波微評一波又起 又捲入JPEX的案件 星島日報訪問到玉美 近日玉美找回日本的親生爸爸 當然替他開心 但說到林作這件事現在才開始 令B商有實際的苦主 當然估計跟林作買了加密貨幣的人 一定不夠層而多 但始終是有人被害 事件何去何從 還要有待進一步的跟進與了解 另外也提及今早這宗車禍 根據HK01的報道 尖沙咀兩車相撞 兩個司機都受傷 貨車直接翻側掃爛 私家車車頭損毀 報導機內也提及尖沙咀發生車禍 今天9月20日清晨6時多 一部5.5噸的蜜豆貨車 沿歐士甸道往七咸道南方向行駛 另一部私家車沿歐士甸道往廣東道方向行駛 正當私家車打算又轉入郭士道之際 兩車在柯士甸道近郭士道路口相撞 貨車繼而失控 翻側或行至少30米 再掃爛約磨5米長的行人路難缸 私家車車頭損毀 南亞裔的貨車司機和私家車司機同告受傷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現場也撞得好應 幸好兩名司機都稱為清醒 再宋苑夫子 另外也提及這宗騙案 各位司機大哥也要留意 因為仗爭度相當高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藝務易通行的短訊再出現 套取用戶資料騙財 有市民交錢20元 結果不見了超過7000元 報導機內文就提到 編圖再次藝務易通行發出欺詐短訊行編 近日不少市民收到藝務易通行的手機欺詐短訊 短訊內容聲稱 閣下在8月10日的隧道費自助繳費失敗 請盡快完成繳費 而相關的短訊亦附有超連結 去到一個假的易通行網站 編圖用這個方法盜取 收取短訊市民的信用卡資料 有市民不小心墮進騙局 不見了超過7700元 提醒其他駕駛人士身份受騙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各位司機大哥多加留意 若然短訊是附有超連結 就不要那麼容易按下去 另一邊相現在這一招的賬真度很高 估計也有不少司機大哥 都以為自己沒有交隧道費 快快快交回20元 結果留下了信用卡資料 對方便可以拿著這些資料去按錢 另外亦有提及這宗娛樂消息 話說有關EYT好友會聯歡晚會 70歲的潘兵常 幽雅現身 曾經飾演真情拿督夫人 最經典被中傷毅然適應 報導幾下的問題 日前9月18日超過200位台前幕後 出席2023EYT好友會聯歡晚會 當中不少很久沒見的熟悉面孔 包括歡樂今宵之父蔡和平 夏宇夫婦 林家華等等 其中曾經主持歡樂今宵的潘兵常 亦激行現身 年屆70歲的他仍然留有一頭短髮 打扮優雅貴氣 仍完全沒有酒養和昔日處境劇 真情裡的細拿督夫人形象差別不大 潘兵常的媽媽孫善玉 是一名粵劇演員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娛樂新聞消息 各位網友可能比礦製更加熟 潘兵常優雅現身 近方相當精神與健康 年屆70歲曾經做過真情的拿督夫人 那個角色最經典 當然EYT歡樂今宵 亦是礦仔很小時候 都曾經看過阿曼哈車邊 都是相當令人有回憶的節目 我是礦整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